师父 今天是我们拜师十周年的日子 感恩十周年拜师 谢谢师父 该我的吧 这十年了特别的想您啊 我们特别的努力 想师父 爱您哦 师父 师父 我爱您 您也爱我 爱师父 祝师父 生日健康 生日健康 然后好好孝敬您跟师娘 谢谢师父师娘 生日健康 看到视频中乖巧可爱的几位 有谁能想到 他们也曾打遍得云社无敌手 头九出征寸草不生 也彰显了这八位的性格 头九无耸人 就是碰见了云自磕的都不怕 别看头九只有八个人 可比云自磕的十三太宝还要猛 毕竟连郭老师都亲自刺字妖娆科 说兄弟 云自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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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头九已经拜师十年 头九的师兄弟们 这十年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德云社中有了一定的地位 也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喜欢 通过十年小剧场的磨练 头九这几位演员 也从懵懂无知的少年 变成了如今的翩翩君子 这十年 德云社头九的几位师兄弟 已经成为了德云社的中流磕 各个身怀绝技 就连头九老莫张九男也已经开启了商演之路 要说八个人中如今风头最盛的非张九男莫属 在头九中张九男也是武力值最高的 在没有加入德云社之前 是练自由搏击的 因为训练受伤 在佳机缘巧合赶上德云社九字科招生 成为了德云社九字科的一员 虽然张九男武力值最高 但师哥们是废搭档 他却是废自己 许多网友们也非常担心狗子的身体 就连师傅都担心 他的皮还能不能要了 十年小剧场无人问 一招摘自天下之 这句话就是张九男的真实写照 不禁让人感慨张九男对于舞台的热爱 其实张九男应该更早地开启商演之路 只不过因为个人的感情问题 出于保护的原因 被师傅停演了八个月 回归之后 张九男不但满血复活 还迎来了自己的首个个人专场 张九男的剑舞也被网友们称之为剑仙 现如今的张九男开启了事业的巅峰 近日还官宣跟着师傅一起参加海外专场 未来可欺 我这是貂蝉 我这是吕布 什么关系 一边玩睡觉 一边 高九成作为头九的老六 可以说是最温柔的一个 也被网友们称之为头九最后的温柔 特别是跟着九男一起合作 九成的温柔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别看高九成在台上文文弱弱的话不多 但是实力不俗 无论是控场能力还是反应能力 在德云社也算是数一数二 与九男在台上 即使是温柔至极的几句 九成也能把九男逼疯 像是演员啊 在台上 各个方言都得会说 哦 对吧 各种语言都精通 但是在台上 什么呢 各种语言都精通 都能会说 不是各 你说的 我根本怎么那么变得好 怎么变得好 我根本就像各物种的语言 那么变得好 学一个小狗的教育 其实高九成还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河北某星级连锁酒店的富家公子 老郭就曾爆料高九成 家里有十几家五星级度假酒店 毕业之后 家中就给高九成 安排了酒店经理的职位 但高九成死活不干 就想学习相声 高九成 据传说 他们家老有钱老有钱的了 不能再有钱了 那个 比如说五星级饭店 趁着吃好几个 来毕业之后 都干嘛去呢 他就是说 给这个五星饭店让他干 不愿意 所以就来说像 因为这不是拉风抽的 家里有钱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还贼有才 精品帮剧张口就来 完全不输老艺术家 一开嗓 必定赢得满堂彩 除了唱功高九成的笛子 也是德云社 御用乐队成员之一 别看九成在台上 是一副老艺术家的风范 但千万不要让高九成喝酒 喝酒之后的高九成 一改文质彬彬的状态 以一己之力 力压六对其他演员 吓得队长张鹤伦都不敢吱声 我先听一听 我先没客气没之前 我先说一下啊 一会儿这杯酒 我喝了它 二十分钟之后 我再说什么 都别谢啊 都别谢啊 舞台上 张九男狂放 高九成内敛 酒桌上张九男低调 高九成张阳 两个人在不同场合 不同的状态表现 极具喜剧的张力 让喜欢他们的观众们 笑口常开 现在长大了还好点 小的时候去黑去黑 三九零今年已经来德云社 十三年了 因为他来的时候呢 数据特别的小 他是跟着贺子科一块来的 但是年龄太小 小学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 没法跟贺子科在一块 所以把他才放到九字科 但按照年龄来说 很多贺子其实是在搭乎 头九老大张九零 十三岁就已经加入德云社 要不是因为年龄小 张九零就成为了贺子科的徒弟了 那时的他就已经内定了九字科的大师兄 虽然年龄小但九零在那时 就有了大师哥的风范 小小的年纪就承担起了师兄的任务 带着一帮子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师弟们 在德云社练早课 练完之后 再由这帮师弟们轮流接送张九零上学 师弟们也是为九零操碎了心 虽然年龄比较小 但张九零却有着不俗的实力 在德云社的时间比不少的贺子科徒弟都长 就连郭老师都说 假以时日必成大器 我们九字科的学员张九零 那会儿这么高 小孩小黑小的 还上小学初中的可能那会儿 那会儿多大 确实是 那会儿那么高也就是 拿个茶壶拿点盒头 我怎么这老师是谁啊 你说小学五年级了这都 也能斗也能捧 假以时日必成大器 我看好这孩子 张九零也用行动证实了郭老师的这句话 24岁就开启了个人专场 27岁就被师傅清点为德云社酒队队长 就连郭云平都表示 张九零有副总之才 自从当上队长之后 张九零也是越发的沉稳 把酒队打理得井井有条 除此之外 张九零也在不断地努力提升自己 自从跟师傅参加过 窝头会馆话剧演出之后 还参加了话剧俗世奇人的演出 未来可期 王九龙作为头酒的老七 武术捧根这个名词 就是专门为王九龙起的 当着师傅的面就敢动手 王九龙也是头一个把师傅压在胳膊下的 作为武术捧根王九龙的名场面 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不提武力值 单单一句 郭德纳是我舅舅 就能力压一片师兄弟 王九龙从小就跟郭麒麟一起玩耍 因为烧饼开展的减肥运动 也让王九龙 从一个250斤的胖子 变成如今的高富帅 还参演了偶像剧 作为郭德纲外甥的王九龙 这是天然的优势 也是天然的劣势 王九龙有了自己的成绩 别人首先想到的 并不是他的努力 而是他跟郭德纲的亲戚关系 这段亲戚的关系 可以帮助王九龙很多 也又成了他成长的绳索 因此要想出人头地 王九龙更需努力 众生皆问 爱情归宿 我有一言 点明心路 爱本无私 爱要大度 君不见 梁思成 从不问林辉音 你与那徐志摩当年如何一见如故 情本自私 又如何大度 纵是本身碎骨 纵是万劫不复 我一代你 眉眼如初这岁月 如不好 李九春作为头九的老二 虽然一直不温不火 但却有着不俗的实力 穿上大褂文质彬彬 通身民国先生的气质 穿上旗袍 气质不舒张曼玉 能捧能斗 能说单口 更可说平书 空有一身才能 却还是一直不温不火 不少网友认为 李九春距离大火 只是差一个搭档 李九春八五年生人 因为从小就喜爱表演 所以加入了德云社 因为在探青水河的情景剧中 李九春饰演的大脸妈妈 为妙为孝 李九春也被网友们 称之为春姐 虽然李九春实力不俗 但是相声 毕竟是两个人站在台上 因为没有固定的搭档 所以导致春姐的实力 发挥不出来 如果李九春 能够在评书的舞台 深度耕耘 相信会有更好的成就 我上来了 周老三则是周九良 也被粉丝们称之为小先生 小先生的嗓子好 在整个德云社 那都是数一数二 因为在调门普遍不高的七队里 担任队父 观众们都打去七队调门 都长在了队长夫人这里 只要演出中周九良一开嗓呐 绝对是赚到了 除此之外 周九良也是德云社 为数不多的 进击型捧梗演员 一句话就可以把 孟赫堂队的哑口无言 逼封德云社的豆梗们 小菜一碟 还经常地叫上睡衣兄弟 探讨一语至盛的包袱 周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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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 我叫孟赫堂 对了 这是我的搭档 看看我叫有美孟 以前的周九良 一心只想下班 但经过一周十三场的洗礼 也蜕变成了德云社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班 谁是皇上 我是皇上 国家为人的 找你这么样的当皇上 三弦不国王啊 你得一上槽 一上槽 下边一百多人 臭你啊 皇上 你看周九良 我得说说你 还是 今天我不要你 绝我队队长 你想想 你绝完他 你也没有什么好后果 他俩这么大一个礼拜 绝队长 必有果 你的报名就是 除了相声周九良 最爱的就是三弦了 作为师父郭德纲 御用三弦师的周九良 也有过为堂堂 速手弹三弦的佳话 你带我干什么呢 如今周九良除了相声外 也参加了许多的综艺节目 带给大家许多的欢乐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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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京剧 太糟了吧 神经舌精 乳液乳液 我收了你 三庆园小霸王杨九郎 作为张云雷的捧跟 杨九郎的捧跟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低估了的 在九字科中 杨九郎的捧跟能力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与传统的相声演员一样 站在捧跟这个位置上的演员 都会相应地把自己的光芒内敛一些 让目光聚焦到豆梗演员身上 您不说张正 在纽约书来点十来点 每个师傅 你们是非常聚受我 你们都来告诉我 为什么都混在风险的水起 就因为我抓住了 泽源社的小便 近几年 因为张云雷的跨界 杨九郎除了相声外 也参加了许多的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的表现也非常的好 赢得了许多网友的喜欢 我觉得我摄像过年轻了 因为辣了我跟孙女 一口就喝了 小哥 你是汗 你要不要把外套脱掉啊 你说我们在一个场所吗 我就说三亚那个女士还是不错 有情有义 杨九郎也是网友们对他的评价 近期杨九郎张云雷的第二场十周年专场也即将举行 让许多网友非常的期待 头九老五张九池 作为我设稀有的大学生 他和郭德纲同为天津出生 自幼学习取义 六岁学艺 九岁拜师 深得郭德纲喜爱 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却是九字科排行老五 现在还没有毕业 网友们也一直期待在舞台上能看到他的身影 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头九的这十年 不仅代表了他们在德云社的这十年 也是代表了德云社风风雨雨的后十年 头九也成为了成才率最高一个科 也祝愿头九的师兄弟们发展越来越好 就是不知道副总答应的头九专场 什么时候能安排上啊 谢谢大家